刚刚在直播,在外面播了一会儿,太冷了 搜不了了 这个地方明显要比我那个营地要冷 因为它可能在这个江边 而且相对温度确实要低很多 但是没关系 你看,柴暖大开了 这风,暖暖的 我估计不用太久 五分钟就不上 现在太热了 手放不上了 放这里太烫了 本来说,装柴暖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是今年过年带儿子去滑雪用的 结果呢 因为疫情那时候泛滥了 面前滑雪也没去上 所以因为一放开,挺严重的 没敢去 我到现在我才出来 所以柴暖只能我一个月用了 我去,妥妥的 这就舒服了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一边直播 一边搞点宵夜 现在停来的是一个江边 然后外面挺冷的 我们搞个宵夜 先加水 就用我们这个电磁炉就可以了 可以了 别整太多 整太多一个人也吃不了 是不是 哎 然后 哎呀 这咱还没厂电 电 你现场厂电路 好 然后我们开关 咱们现在不有电磁炉了吗 啊 盖上盖烧水 烧水之前 哎呀 这个鸡蛋是什么时候放啊 这才放不准 咱们准备了这个蛋脚 脱脱了 先煮蛋脚呗 一二三四 五个 六个 哎呀 都放进去了 一共就十个 是不是 想那么矜持干啥 本来想放两个的 本来这一箱 十个都放进去了 蛋脚一吃不挺好的 别说 这小电磁炉也挺给力的 对不对 呦 蛋别掉了 哎 早上一倒不就齐活了 这不就妥了 兄弟们 剩点 哎呀呀 这鸡蛋壳掉进了 尴尬 哎 放个鸡蛋 这锅都快开了 好 这两个电磁炉挺给力的 哎呦 这电磁 这费电呢 多少瓦 你看到没 九百多瓦 这电磁炉的 就得有九百瓦 九百瓦的电磁炉 哇 香了 香味出来了 哇 这真香 换小火 哎 小火多多 小火你看 哎呀 立马下来了 大火就 小火也不小啊 这小啥呀 小火也七百瓦 大火 九百 小火七百 小火 我以为折半人呢 这小火都七百瓦 哇哇 我这里冒烟这么烫吗 哇 吓人呐 这个时候啊 我跟你讲 自己做饭呢 你会省电 你把这给它关掉 哎 给它闷一会儿 自己啊 就是说那个 用这个电磁炉在房车里面 你就知道怎么又能省电 因为你这也不是火火菜 一定要急火大火的 是吧 闷那一会儿 哎 闷一会儿完了 再加点热 这个时候呢 它能始终保证那个 锅里面一般九十度左右 一百度九十度八十多度 哎 都能保证你的蛋啊 熟 这种方法嘛 你就煮这些东西 相对就省电一些 所以说出房车出来玩了 你就得会算计啊 会算计啊 就省电 你省电了 就等于你太阳能板大了嘛 对不对 开动起来吧 撸起袖子嘛 加油干 这不就妥了吗 哎 你看这还有个瓣啊 端起来的 多好 筷子扔进去 右手筷子啊 先尝口汤 哎 哎呦 我去这小手 太精致了 哎呦 哎呦 剩点玩了 明天正好上面 我那有包子 整点包子 齐活了 哎 妥妥的 来个蛋饺 嗯 安静的确实可以 这还没啥科据狠活呢 嗯 味道无敌了 哇 这安静家这个蛋鸟爱了 下次还多背点 省个自己做 这么多的 啊 等我 那不是 是 跟这个 你 小心 小心 准备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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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